妻子被婆家人联手欺负半辈子,丈夫却不闻不问,甚至没有半点安慰,对丈夫一家失望至极的妻子,又被查出患有乳腺癌,谁知妻子患癌后,就被婆家人扫地出门,认其自生自灭,无奈接受的妻子没想到,自己离婚一年后,丈夫突然反悔,一片离侵吞财产为由,将妻子告上法庭,双方在法庭上你来我往,最终的结果却出人意料。 丈夫一家灰溜溜的离开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,揭秘案件,洞见真相,每一案都是社会的缩影,欢迎订阅奇闻风云说,被扫地出门的丈夫。 2011年3月,北京的段大爷在五儿子家里,等待小儿子接自己回家,可段大爷左等右等,小儿子段如晨都没有出现,一位儿子失望了,段大爷赶紧拨通儿子电话,可段大爷没想到,儿子根本联系不上,为了自己的养老问题,段大爷不得不找到村委想办法,在村委的帮助下。 段大爷终于联系上了小儿子段如晨,没一会儿功夫,来的不光是小儿子段如晨,还有儿媳妇苏秋红。 不过苏秋红前来,可不是为了接老爷子回家,而是甩开段如晨的手,将段如晨的衣服也一并扔在地上。 掏出离婚证告知老爷子,段如晨和苏秋红已经在一年多时间,财产已经分清,所以将段如晨给送回了段大爷身边,而媳妇这一出,直接把段大爷给整不回了。 咱们也没想到,自己儿子作为一家之主,每天辛苦养家,咱们就沦落到净身出户的地步。 段大爷家族人丁兴旺,段大爷夫妇生了六个儿子,段如晨是最小的儿子,从小在父母的宠义下长大。 根本没有为家庭琐事操过心。 1990年,在家人的见证下,段如晨跟苏秋红结了婚,两人结婚之后,段大爷就将六个孩子叫到身边,组织了分家活动。 因为段如晨年纪最小,段大爷两口子舍不得孩子,就让段如晨夫妻跟在身边生活。 结果段如晨结婚两年后,段大爷的妻子因病去世,自此之后,段大爷的生活问题就被提上日程,公平起见。 六个儿子一人轮一年时间,到了2011年3月,恰好该段如晨夫妇接班,可段大爷左等右等,等来的却是小儿子夫妻已经偷偷离婚的消息。 这让段大爷根本无法接受,认为这就是小儿媳苏秋红的阴谋,为的就是不赡养自己。 随后五儿子的一番话,令段大爷万万没想到。 小儿子离婚的背后,居然是苏秋红下的一盘大棋,不光是为了不赡养老人,甚至还有侵吞财产的问题,这到底怎么回事? 妻子哄骗丈夫假离婚,妻子被婆家人欺负二十年没人帮,丈夫不闻不问。 甚至不敢站出来帮枪,心灰意冷的妻子又被查出乳腺癌,结果丈夫直接将离婚提上日程。 万万没想到,离婚一年后,丈夫突然反悔,直接以诈骗罪将前妻告上法庭。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?就在段如晨被苏秋红送回家后,段家人一世之间不知道如何办才好。 段如晨的五哥跟段如晨年纪相仿,知道弟弟突然离婚, 五哥就询问段如晨离婚协议的问题和财产分配。 当时段如晨告诉五哥,自己名下的两套房,夫妻一人一半,家里的旧车则留给段如晨,而苏秋红要走了女儿的抚养权。 这份协议看似公平公正,可五哥还是不放心,希望看一看离婚协议书上到底是怎么写的。 结果这一看,却把五哥吓一跳,段如晨的离婚协议,那是什么一人一半? 苏秋红直接要求把两套房都过户给女儿,可当时苏秋红的女儿没办法过户,也就是说,这些夫妻共同财产,都悄悄地留在了苏秋红的手里。 一联想到这么可怕的结果,五哥不敢耽误时间,赶紧来到父亲的住所,商量这件事到底该怎么解决。 将所有想法综合后,段家人赶紧催促着段如晨书写起诉状。 将苏秋红告上法庭,根据几个哥哥总结的线索可知,苏秋红突然一声不吭地离婚,其目的主要有两部分,一部分是不想赡养段大爷,另一部分则是为了谋划段如晨名下的房产。 段家人之所以这么猜测,绝对不是凭空想象,而是一桩桩一件件的事情堆积出来的经验。 一九九五年,段家所居住的地方面临拆迁,当时段老爷子夫妇的房子也一并被划在拆迁范围,为了公平起见,段老爷子将拆迁款分成了七份,六个儿子一人一份,剩下的一份段老爷子留着用于自己的日常开销。 可这个分法,最先不同意的就是苏秋红,在苏秋红看来,在拆迁前的五年里,段老爷子夫妇一直跟着段如晨生活,老爷子的拆迁款就应该全部给自家,可这个要求,其他儿子自然是不愿意,而段如晨却不如妻子想得多,一直站在父亲这边,于是跟苏秋红跟段如晨一家都闹得很不愉快人,恰逢过您,因为房子拆迁这件事闹得不可开交。 随后,看着一纸离婚协议书,段家人立马意识到,离婚就是一个圈套,除了不愿意赡养老人,苏秋红简直就是在变相的转移夫妻共同财产。 因为拆迁了问题,苏秋红觉得自己过不下去了,被逼无奈之下,向段如晨提出了离婚。 当时苏秋红提出离婚不离家,只是为了避免麻烦事,可离婚之后,苏秋红却爱上了广场舞和打扮,每天装扮的花枝招展。 因为行为举止一番常态,迟钝的段如晨也发觉了异常,一次加班时,段如晨选择提前回家,结果悬着的心终于死了。 就在女儿的衣柜里,段如晨发现了衣衫不整的小伙。 这个小伙是康复师,段如晨曾经接受过多次治疗,结果没想到引狼入室,而且离婚一案处处有蹊跷,离婚协议签署的日期,恰好是段如晨脑梗发作的第二天。 因为段如晨的这个毛病,只要是发作期,就容易忘记事情。 因此,段家人怀疑是不是段如晨在不清醒的时候,被苏秋红红骗着签了字。 为了帮助弟弟夺回自己的家产,家里几个哥哥都劝说,段如晨通过法律手段解决问题,被欺负惨的妻子。 妻子被婆家人整整欺负二十年,丈夫不闻不问,不敢站出来帮腔,被欺负惨的妻子又被查出患有乳腺癌。 谁知却被丈夫一家扫地出门,任其自生自灭。 谁知丈夫离婚一年后突然反悔,直接将前妻告上法庭。 前妻的一番话,却直接扭转法院判决,到底前妻说的什么话? 最终法院的判决又是什么? 眼前这个女人,站在法庭被告席上,久久无法冷静,双手握拳。 眼神哀怨地看着前夫一家,激动处更是解开一口,敞开心扉面对法官。 只是为了求一个心安理得,这个女人名叫苏秋红,面对离婚一年突然变卦的丈夫段如晨,得知丈夫居然翻脸无情,状告自己通过离婚转移资产。 苏秋红在法庭上激进崩溃,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,苏秋红掏出了在离婚登记所留下的离婚协议。 当时拆迁的时候,段如晨一家一共获得了两套拆迁房,苏秋红拿出来的离婚协议上,明确写着房子一人一套,以此来拆穿段家人撒谎的问题。 可是双方各知一词,段如晨对于如何签署协议,更是主打一个不计的,不知道,就是不肯,配合法官的判断,看着前夫在哥哥们的怂恿下居然将自己告上法庭,苏秋红委屈得不得了, 终于在法庭上暴露自己的惊天大瓜,由于局面一变再变,苏秋红当众解开上衣扣子,然后敞开了心扉。 不过这一点很快就被警方发现并控制,但苏秋红还是有理有据地说出了发生自己身上的遭遇,敞开心扉的苏秋红,告诉法官自己患有乳腺癌,已经动过两次手术。 可自从患癌开始,瞻股份就开始不闻不问,根本不顾忌自己是个病人的问题,而苏秋红在法庭上更是用说出了一段治理名言,对得段家人直接闭嘴。 苏秋红说自己已经患癌,离婚也是逼不得已,不过离婚协议是夫妻共同商量的结果。 因为病情不算理想,苏秋红决定为令人的独生与考虑。 不仅苏秋红名下的房子过户给女儿,段如晨也要将名下的房子写在女儿名下,苏秋红表示,自己人之将死,要钱没什么用,难道最后带尽棺材吗? 这句话一出,段家人脸色大变。 没想到,苏秋红已经如此的决绝,居然不点不肯退让,可苏秋红却没有管断家人是什么脸色,直接当庭播放的女儿的信以及录音内容。 在录音里,苏秋红的女儿多次提到让父亲不要欺负母亲,更是哭求爷爷和大伯不要欺负母亲,还表示母亲的病都是气出来的,千万要保重身体,不能生气。 而法院在了解完情况后,很快就做出了判决,根据离婚登记的情况,两套房子只有一套在苏秋红名下,另一套并没有生效。 也就是说,苏秋红列举的证据真是可靠,而且分开也比较合理,不存在违法行为,因此法院认定离婚协议有效,驳回了原告段如晨一家的所有诉求,苏秋红胜诉后,也提出了自己逼不得已离婚的原因,完全是因为丈夫靠不住, 刚结婚没几年,苏秋红被公婆联手欺负,段如晨甚至连屋子都没出,对于妻子毫无半点关系,如果说是孝道压着段如晨,苏秋红还没有那么生气,自从结婚之后,苏秋红就发现,丈夫就是个耳根子的人,家里的大事小事都是大伯做主,没有半点主见,在拆迁问题中,苏秋红曾经被段家一家人欺负,当时苏秋红的女儿看不下去, 将母亲的勤款告知段如晨,可段如晨依旧冷漠的不闻不问,接二连三的打击,让苏秋红对段如晨彻底酣心,在判决下来之后,苏秋红忍不住落泪,唏嘘自己二十年的付出,换来的却是丈夫一家的辈子,而段如晨在听到判决时,羞愧地低下了头,她的哥哥们也收回嚣张气焰,直接灰溜溜地离开了。